猛烈火蛇伴随着浓浓黑烟 从窗户窜出 室内冒出熊熊火光 虽然里头没有人受困 消防员立即拿出水柱 直冲三楼的冒火处 金龙祥峰街这栋三层楼民宅 25号上午9点传出火警 当时夫妻俩正搭建车 要前往市区附建 没想到夫妻俩才刚上车 司机就发现民宅冒烟 夫妻看不得了 是自己家赶紧下车 这场火来了快消防队员全力扑灭 火势很快被控制 不过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还波及到隔壁民宅 新闻百万 有点点好 有点点好 他早上才来消灭 对啦他去消灭啦 我们就发现三楼县前面两烧 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 然后有赶快先问民众 然后左侧的两个老人家 跟右侧的一户 总共五个人全部顺利逃出 然后我们再开始 马上进行没有攻击 强风街发生了一场火警 最主要起火是在房屋三楼的部分 据我们所了解 应该一次三楼是有神明厅的 在做一个使用 那所见这场火灾 没有导致任何人员的一个伤亡 这是不幸中的一个大幸 那我们后续也会来协助加索 那看能不能有一个 暂时安置的一个空间 这起火警造成三楼民宅被烧毁 左边民宅也被波及 所幸住户踏出家门 就发现屋内起火 赶紧疏散民众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真正起火原因 任务带警消进一步调查 记者 王少民 金融报道